台湾疫情大流行 专家预估下周单日确诊 恐怕就会破万例 有医师就认为 在症状出现五天之内 吃五天口服药 能让染疫死亡率降低 以香港为例 死亡数能从八千人减少到八百人 更能减少传染给其他人的机会 认为口服药是台湾最后的救赎 五天内的黄金时间 吃抗病毒药物才有效 但如今珍贵稀少的口服药 又该怎么分配 最前线的关怀人员接电话 接到手软崩溃肋翻 七层压力大到哭 因为染疫和居隔人数直线狂飙 侯友宜也向中央喊话 要求中央简化流程 并下放地方防疫权 但陈时中这样回应 那部长在理解过程以后 你会积极的去面对 居隔单到底是谁发的 又该如何缩短流程 听完大官们说的话 百姓恐怕通通没听懂 记者综合报道 系统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磁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呢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深沉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